今天就很高興在這跟阮民進交流一下 究竟他那個生路歷程 以及以往的一些訓練的內容 遇到的問題 以及對拳擊的一個體會 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中如果大家有些什麼想討論交流的 都可以隨時歡迎的 那本身 阮民進他那個生路歷程很詳盡 都拿到很多無數的獎項 如果我在這裏介紹 我一定不會介紹流的 所以我就把他個人的背景 我交給他跟大家介紹一下 讓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他的經歷 跟著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對拳擊的一些看法 和一些應用 如何應用在人生的其他部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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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介紹一下 我叫余文進 香港是這些運動員 我昨晚才數一數 已經打了22年 其實已經 在香港來說是非常強的 我是其中一個最強的拳擊選手 原因不是因為我什麼天分 什麼聰明 什麼聰明 是我真的鑽研了這個運動很久 還有我拳擊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你繼續去比賽 你會知道自己的水準去變 而不是你自己覺得自己厲害 我很早之前 我想我一開始比賽 那時候已經開始的目標是看海外賽 就是國際賽事 香港其實那個拳擊 跟大家的想像是很不同 其實香港拳擊的水準是很差的 就是不要說世界級 是亞洲都是很慢車邊 就是我打了22年拳 我去 我上疫情之前 出去馬來西亞軍城 我才第一次拿金牌 就是拿一個國際賽金牌 是之前打了四年都是拿銅牌 其實所以我們香港的水準 其實真的很麻煩 但是我都繼續有打 去跟不同的國家的選手去打 這個聖課呢 其實Patrick叫我來講 我就沒有打算是講拳擊的 因為在書局裡 拳擊和拳擊都不是講 拳擊是練的 但是我覺得有些東西是 有些心態或者一些練習的哲學 或者練習的原則 是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現在這個時代 一些東西很fuck up 大家都明白 大家都覺得很難的 但是我好像用拳擊裡面 學到的東西 就面對著這個生活 或者面對著這麼fuck up的世界 我覺得好像頂得純 我都勉強地 可以分享給大家 經常都說 人們經常都問我 為什麼學拳擊這樣 我其實 小時候只是很單純 就覺得我想變強 就是很虛無 但是開始學之後 就覺得什麼叫做強呢 這個就是那個探索 有時候我練習練習 都會問我 你有沒有忘記自己的初心 我想經常勿忘初心 其實我就覺得 咦我其實都沒有想過這件事 因為我本身就 一直在做這件事 都很明白自己做了什麼 因為我覺得人去做拳擊 或者你做任何事都好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有很多幻想 很多浪漫化 浪漫化幻想這些東西 是一個很好的動機來的 就是一個motivation去做這件事 因為好像我們開一間拳館 其實年中 都很多小朋友會衝進來跟我說 我要做職業選手 我要做世界第一 教練你訓練我 通常說這兩句的人 都留得不久 真的留得不久 做到香港選手 都維持有比賽的人 通常都是沒有什麼說的 他通常都有問題 但他會不斷的練習 他會慢慢找得到 裡面那個練習的節奏和意義 慢慢他就會變成一個強的人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 我們面對很多事情 想做一些很大的事 我們不要那麼浪漫化 或者不要那麼厲害的幻想 一出來就說 我要做到什麼 做到最厲害的那些東西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marketing的行銷 但是對於人的生活來說 我覺得這個就好像相反 我就從來都不會想自己 是變成世界冠軍 成為最強的人 但是我只是最強一件事 我比作日的自己強要夠 我每一次的練習我都是這樣 所以我不知不覺就做了二十多年 在香港這個小地方都可以強 亞洲就五強 濟身到大賽的過四強 那有時候有些人就問 為什麼你初心的時候 為什麼會打拳擊呢 我覺得拳擊就是很好玩的 因為它是一個特定的環境裡面 在一個Wing裡面 你要走進去 你的對手是跟你同體重的 Suppose都是跟你同經驗的 很少一個打了三百場 對一個打了兩場 所以你在那個世界裡面 無論你的團隊後面有多少人 讚你厲害 讚你厲害 但是你的擂台中心一丁得一響 其實你只得了自己 你贏和輸是沒有灰色地帶的 即是你和你的生活很不同 你的生活裡面 有時候你很努力地上一份工 你很努力做些事情 你老闆不想認識你 或者你的project剛好有些阻滯的事情 所以搞到你是搞不定的 你無論你多努力 你都搞不定 但是拳擊的練習 或者練拳擊的比賽裡面 其實就沒有什麼灰色地帶 你就算判決有時候都會不公平 或者一個裁判 專門有些玩東西 或者風格上面的偏向 你輸了一場比賽 但是你在那個拳擊裡面 你是知道自己贏了 因為拳擊最重要就是有傷害 你那一刻認不認 你打到對方認不認 對方的戰術對你的克制 你會不會很辛苦 那些事情是很明確很具體 那些事情就不像平時的 生活裡面很多灰色 而這件事就是 在我人生裡面指引了很多東西 你灰色那些事情就不要看那麼多 你可以努力點 你可以很明確知道自己是做得到的 然後練習就是一個 維持到我自己的生活裡面 叫做有些正向 不要經常都很消沉 經常都覺得自己是暴力感的 因為我們再差的話 我們都可以比昨天的自己好少少 那我拿著這個信念 我這個時勢就算很屈結的話 我都覺得是可以頂得下 你的意思是否上去 其實你是不能賴 你不能賴任何人 不能賴任其他人 你做不到真的做不到 不能賴的 這是心態來的 有些選手都會賴的 都會賴一下裁判 潑得不好 但是我覺得 有一個項目很重要 做人和打他都一樣 你就要真誠面對自己 你要有一個基準的原則 知道自己究竟是成 那樣東西做不做得到 你覺得自己練了一個新的打法 這個風格 你上去都是被別人吊打的 你沒有人說 其實我是不幸運的 那個人剛剛吃到我 你真誠面對自己 但是你平常常心會就難一點 因為很多東西都會摺來摺來 但他其實不然你落到豬頭 你很難說 其實我說得不錯 所以我會蠻喜歡拳擊運動 因為是一個很實在的運動 那你說練習令自己好些 那你怎樣去做呢 其實我經常都說拳擊其實很簡單 只有幾個步驟 就是驗證修正練習再去驗證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 你經常覺得好碰那些東西 經常覺得那樣東西是對的 是否你覺得是對的 因為我個人來說 很害怕別人經常覺得 我覺得那東西是對的 我覺得他不好 我覺得他很壞 但在拳擊裏面是你沒有覺得的 我的左拳打中你 你是不用你覺得我打中你 或者我覺得打中你 我是直接打中你 所以這件事是很真實的 我的戰術有沒有行 我覺得有行 而是我打完場比賽下去 我知道有行 如果要怎樣變強呢 就是你去做了驗證 驗證的意思就是沒有人會就你了 你在一個公平的賽事裏面 你們那些規則 我打中你 你打到 打不到 這個就是驗證 就是你做不到的事 下回來修正 去理解一下為何做不到 或者為何做到 然後再去練習 就是你練了之後 再去驗證 這個是循環 我想不是就是拳擊 我想做人很多事都是這樣 所以我經常都很怕別人 說些維生的事 就是我覺得那個人 有些不知甚麼動機 他其實不是好人 我不會這樣做 我去跟他相處 我做到一件事對著我 我是覺得差 或者他那件事真的 扭了一個比較差的世界裏面 我就知道這個人 惡的音樂 我就不跟他玩 或者不跟他相處 我就知道我究竟 是不是在做一個正確的事 這個是拳擊教會我的事 就是不要那麼多違心的論 不要那麼多諸心的論 不要那麼多諸心的論 是做些實事 如果那些東西你不知道的話 你就回答他 我不知道現在 新鑑了那個勾拳 打不打中人 去打 去打 打中打不中 你就自己會知道 你就可以令自己有一個進步 所以整件事都是講科學理性的 那些東西是有效沒有效 是馬上知道的 剛才說 有些小朋友會進來說 很想做職業拳手 想做世界第一 我經常都會說 你不要想到那麼高的目標 一件事就要打大哥 一定要做得到 我們一定要問問問問 不是 其實你就是要設定很多的小目標給自己 即是我們今天 打到JAP 打到次拳 我怎樣可以對著對手 不要經常都打失的呢 經常都可以控制到對手呢 怎樣才能令到次拳有效 可以打到組合呢 這些就是要不斷不斷的小目標 你每一個去忽略這些小目標的人 都很難成功 即是這些 我想這是很新常談的 即是你覺得 唉這些 次拳這些東西 沒有甚麼破壞力 我不練呢 我練那些很大力 很厲害的那些 我看拳擊明星那些 扭了身打個球 打個球 蹦了身躺下 我就要練這做 其實那些 他無限經歷了很多 很小很小的東西 他累積到 變成到 他可以做一些複雜的東西 而這個生活裏面 我想都是這麼長的 是 那麼 有很多人都會問 拳擊究竟是不是天分很重要 我沒有天分 隔離泰國那些三歲就開始打拳了 我現在二十幾三十歲 現在打會不會太遲呢 我想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的拳團隊裏面 我們的拳館 都有幾個香港冠軍 我們和大部份的教練 都是香港代表隊 而我們大部份的人 都是一出來 就連輸的 年代 我們幾個教練都是連續 輸了五六場 我自己想回的時候 他們都幾堅持 輸了五六場 都對他們打 但我們大部份的風格都是這樣 我們是輸開 然後打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 其實那件事很簡單 整件事都是鬥場的 這個世界 你只要從事那個感覺 你的範疇 你只要不放棄的話 你就會累積了很多東西 然後你其他和競爭的人 一直跟他們爭 是你打到你的技術 或者經驗累積到一個點 其實那些人已經走了 那些人已經走了 所以最厲害的就是你 尤其是拳擊的 所謂濫滿一點的運動 就經常都是這樣 所以可以在香港打到拳擊的 十幾年的人都不太多 所以你經常都 我不知道這個社會 覺得這些事情要很快解決 幾年就要有些天才出來 其實我告訴大家 就是很多東西都是 市場上去搏 比如說什麼天才 超高速 拿什麼 多少條腰帶 那些東西 很多時候都不是這樣 真正強的人 都是不斷在那裡 累積累積累積 醞釀出力的人 所以拳擊 在我的角度 天分真的不是很重要 我見到很多天分 高到上天花板的小孩子 但是 現在留得低 是強的 全部都是一些 只是堅持的人 因為堅持不是太有益 在市場上 所以 就少些人說堅持 但是 真正的就是糾腸的人 你不斷去做那件事 就會慢慢變得好 有些人就馬上問 拳擊 是不是很暴力 打到出血 我相信 去到2019年之後的香港 你都知道什麼 就是暴力 暴力就是 一種不對等的情況 才會有本 我們拳擊選手 就入了軍隊 大家都是同一個重量 然後 大家都是用兩個拳頭打 你犯罪去踢人 就不對 但正常一個比賽 兩個都是用拳頭 同一個體重去打 其實就超級公平 我有個朋友 就說了一個笑話 我覺得幾搞笑 雖然不是對 但我也覺得很有道理 他說呢 兩條人有紛爭 隻抽 就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 但一定是一個最有體育精神的方法 即 我當時聽說 我覺得挺好笑的 挺有道理的 但你去到香港 即是今時今日 你發覺這件事真的很棒 即如果你有那些東西 這麼多衝突的話 不如你隻抽吧 那感覺馬上很好 我也想試一下 即是 是不是 那件事就是 所謂的暴力就是一些不對等的力量 但以前的古代貴族都是這樣的 是啊 OK的 我們追加了知識 那些拳擊是怎樣出來的 拳擊在英國那裡發明 其實就是 因為那些英國貴族配刀 即是那些 蔡教員說的 酒吧溝女 咦 你扣女兒 我們出去決鬥 即是他們帶著把刀 他一決鬥就打死了一個貴族的小孩 那些人 那個貴族的年輕人死亡都超高 所以就說 喂不要用到 我們就抽算 就拿拳頭 他們就開始變成拳鬥 即慢慢就 變成了Boxing這件事出來 所以這都是一個文明的階梯 所以對於我來說 真的拳擊都不是很暴力 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說 我常常是看完 看一看 那講回那個 拳擊暴不暴力 我就是 練動拳衾 我看世界的觀感是很不同 即是有時你們 在街上可能遇到一些衝突 走過一人撞到你 然後就在那邊說粗口罵他 即是你很想打他 即是很塌水 但其實你如果有一定的搏擊能力 你經常都在這個 很惶恐的對戰情況裏面 經常都面對 你個人的緊張感 或者那種恐懼就會少了很多 那你就會 很多事情就決定到 就不會那麼多時間 和大家說粗口罵對方 你會覺得這件事 是需不需要出手 需不需要介入 需不需要武力介入 你會面對著 你那個想瞄理那個人 你會覺得 喂 他是小孩子 即是我的搏擊能力就很高 你就是一個門櫃匡 那我就可以選擇和你 那件事就會解決了很多 多餘的暴力 所以這個就是 傳說中的臨戰才能和 即是你一定要有一個力量 去做這件事 你才可以講到和平 不是說不要那麼暴力 不要打架 這些是廢話 真是廢話 人家有這個武力的時候 他動手 你是完全搞不定 你完全不是和平一部分 你只不過是一個弱者 即是這個大三盤八黨 即你有力量的武力才是正義 如果你沒有力量的正義 只不過是一個內藥 我覺得拳擊的好處 拳擊運動的好處 就是關於你的人 可不可以承受多少痛苦 如果你試過在拳擊運動裏面 被人打身體 身體 身體 還甲膜 或者下肝臟 你一打那一下 整個世界好像崩潰了 你落了地獄 你立刻跪低 你的身體的機能會痛到 是不想呼吸的 是他真的不想呼吸 你很想吸就吸不到 你的身體還甲膜 不會聽你說 你會覺得你死了 即是我的學生 像這樣被人打跪了 我都會跟他們說一句 患過 即是我的學生就會笑 即是說 你吃屎了 你怎麼這麼說 其實不是的 我被人打我都是這樣 不過我知道 五秒之後 最多就是十秒 那樣東西就會解除那個Lock 即他就會忽然氣 你可能都會不舒服 或者看人都會順弱 但是 你那個高 你的痛苦的風值 是會過去的 即是跟我們的人生一樣 即是跟我們的人生一樣 有些事情很Fuck up 很無力感 但是你捱過了那個時刻 你就會放棄 不是 你就會Release 那件事就會過去了 所以 你在生活裏面 很多事情都很秋秋象象 很瑣碎 你會分不到那些事情 什麼時候會完 但是拳擊就會亂給你聽 碰了聲 嘩 然後你等了十秒 跳來跳去 然後去拉一下距離 你發覺那件事會回來 那你就會經歷了一次 你Soul Call 下了地獄 之後上回來 你如果經常有這種 即沒有經常 你有這種體驗的話 你對人生那些事情就會好些 我第一個教練 說了一句就是說 拳擊是可以斷念意志的 但是不是那種空疼 不是那種空疼 我的意志有多厲害 我經常想些什麼 你的身體的載具是很誠實的 你打下去 你休息不到氣 你跪下了 但是你還想起床 繼續戰鬥呢 其實你沒有東西 可以再具體去展現你的意志 如果你做得出的話 你生活裏面的一些瑣碎 你會相對地可以容易去面對得到 那也都說 這個運動會痛楚 會很難受 但是你都會去recover 其實就是講 你這個人可不可以 一點一點去挑戰自己的極限 就是我想我們城市人 是很舒適的 生活很舒適 又或者是這幾年 香港才真正面對到什麼叫做暴力 之前都是順風順水 你忽然間說回 都忘記了原來 一個人強不強 或者一個耐力這些東西 原來是每一次每一次 去挑戰你自己的極限 然後你去recover 不放棄 就是再做 然後你才會變得強一點 所以拳擊就是一個 很經常地會挑戰你極限的東西 這個就是很現實 你要變得強 你就必須要愛上你的痛苦 那個痛苦是客觀的存在 但是你可不可以拿了那個痛苦 來令你自己變得強一點 這個就是你的心態 拳擊是一個不錯的運動 去做這件事 因為它打下去真是痛 可能這裡有些朋友 都不是搏擊運動的朋友 所以也介紹一下 搏擊運動裡面 有些叫高強度的搏擊運動 有些叫低強度 有些像劍擊那些 你大家鬥快 督對方 督中了 那你就得分 但是高強度的 捕擊運動 就類似拳擊 太拳 巴西遊術 都是 對方那個 對你的壓力 是直接影響到比賽 很容易 我打你一場 你頂不順 我就打你十場 之後你就完了 所以它跟其他球類運動 競技運動 是有些不同的 譬如你打羽毛球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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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飛飛的球很快 很累 很累 不飛著 我留那些體力下分才追回 或者打網球 我Ace我那樣 撲架 拉傷自己 但是Boxing是不能這樣 你每一拳 你都要很認真地去面對 你一拳打穿了你那個底線 你就一指上滿盤 加羅普 你就完整了 所以你每一刻都要去頂住 而這件事 就很intense 就會令到你每一次的強度都會慢慢增加 你就慢慢挑戰到自己的極限 然後你就會變得強 另外一個就是承受痛苦 除了肉體之外 也都有很大的關於精神 就是所謂的情緒管理 你的EQ 在Boxing裡面 基本上你的EQ 一崩解了 就是你放棄了EQ 崩潰了 你就跟死神招仇 因為你每一下其實就是要一個很厲害的情緒管理 在一般的電影或者文本裡面 經常都會形容一些拳手 很狼啊 殺人這樣 很勁臭 真實的時候很少是這樣 我們都是把情緒控制得在一個很中容的狀態 不會過份恐懼 又不會過份殺龍 你要剛剛去中間 而對方去攻擊 或者你去做戰術去打人的時候 你就要把你自己的心情放在中間 你當然是有波幅的 但是你最在中間 就最容易善用到你的資源 即你的資源就是你的速度啊 你的力量啊 你的體能啊 那些東西 如果你一爆發 發點這樣打呢 你除非真的收拾得到它 即lock out 擊倒到它 否則就你自己爆打 這個是高強度的 北京運動裡面很明顯的一個遊戲 所以你經常都說 練了拳的人 心情舒暢了 平和了他的肩抽 因為你知道 跟心情一樣的 你那件事做得差 你發脾氣 你扯上去 你就撿回 對不對 你一定要處理後果 要拳擊處理後果 通常都是你躺在那裡 所以你就不會這樣做 是很好 我又拿了Air 我會講個文碼給你 你開一下 你開一下 那這個就是個情緒 情緒的管理 那對大家應該都有點幫助 那講一下 那個人 那個世界的理解 我呢 打拳擊這麼久 其實在香港呢 輸的場數只有幾場 即我打了六十幾場 但是都輸幾場 所以我說自己幾場 但是我輸親的比賽 最近六年輸親的比賽 都被人頭腦撞爆我 那拳擊很搞笑 對方犯規 我受了傷 但是判他贏 這個就是拳擊 吊軌的地方 所以你一定要 要防止對方做犯規 但是我以前就很阻礙 對方的頭撞我嗎 即是他撞我 開始撞了 我就會間住他 不給他撞 然後我就會走些 靚一點的位置 讓他的頭撞到我 即是我覺得 我就是這樣 別人犯規 我沒有理由犯規 我當然不給他犯規 我還要想著他怎麼犯規 不給他犯規 再贏他 我是這樣想的 到最近兩次被人頭脫 就真的很大禍 第一次就是奧運之格賽的代表賽 我也很認真去準備 但是對方就是第一回合 最後那一下 打一個很有意識的反向頭裁 即我都沒見過這個頭裁 我想他真的有練過 一砰 血源流著 一聲這樣流 然後我很努力地叫醫生 不要停場比賽 因為已經流了整年 但醫生就OK了 沒有停不到 但是我打到他變了公仔 但是最後裁判都判我輸 判決都不太公平 但是我很大的反思就是 大哥怎麼搞 你完全沒有先兆 沒有想著用頭脫 忽然間去到臨後 第一回合最後十秒砍爆 我真的搞不定 他還要瘋狂打我的位 這是正常的 但是整個事不太好 我反思了很久 其實我是否需要做法規的事 做反制 想了很久 然後我又想不給自己有空 我自己都練頭脫 不斷撞著撞著沙巴 然後我隔了一個多月 逢了六針好回來 一個多月就要打香港冠軍賽 剛巧決賽的對手 一出來就跟我玩頭脫 不斷旋轉兜心定我 所以我那一刻 那個掣就啪了 我就做頭脫 我瘋狂砍他 砍到他害怕 砍到他不做 然後我就鎖了一場比賽 打到他激動 所以我那個身 我都挺想哭 因為我堅持了十幾二十年 我頭都沒有試過砍爆兩度 我打海外賽都試過讓對手砍爆 之後我輸了一場比賽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自己這樣很高潔 很有風度 但其實你去到某些位置就是 沒有啊 那個人就是遠離 你都要食物 你都要食物 所以我腦裡就想回一句 我第一個教練說的一句說話 就是對方一處犯規 你一定要狼過去 他那時就說到這裡就停了 我那時就沒有理解得心 其實後面那句就是 你對方犯規 你立即狼過去犯規 其實你就是用你的犯規 你都可以反制他 不要讓他做這件事 這個就是剛才我講的那個 臨戰材人和的概念 所以去到一些極端情況 即拳擊是不應該用頭錘的 但是他就會這樣撞你的時候 你就要整個道德 或者你整個界線 其實你一定要有一個adjustment 你才可以繼續完成到這場比賽 否則呢 他肯完你之後呢 他就贏了 那麼拳擊就慢慢就變成了 他都用頭錘來打的了 其實已經 所以這個都幾大體會 我覺得這跟老海鮮有關係 即是我打了二十幾年短 我教學生啊 別人的頭錘 按著他又沒事的呢 他一吞 不是這樣的 真是 那個人真是發癲 拿個頭撞先是很難搞的 你一定要有些事情反制他 他才會不做 那麼 講了一大堆東西 那些很正能量 現在講一些誤區 就是我練拳擊裏面 有些甚麼不好做 那麼 那麼 很多人都這樣 剛才講 一來到見到別人很成功 然後就說 哎 哇 外國經驗啊 這個我一定要跟著他做 成為職業選手賺很多個億 那麼其實呢 這些東西呢 都是Marketing 對我來說 因為那些很厲害的選手 其實他自己有很多的優點啊 特質啊 然後他慢慢define到 他最後的成本 我就告訴你 我做Solder Law很厲害 你就去學人 如果Solder Law很厲害 Solder Law是一些很高風險的防守 你閃到就很厲害 你閃不到就睡著覺 那麼香港那些做起 通常都是睡著覺 就是 我記得我們是暴打的 是的 就是你學了最基本的東西 一步一步的 你不停地打上去 你才能夠研究自己的一種風格的東西出來 所以很多時候都說 無妨外國啊 外國的東西特別好啊 我們要這樣做 如果我們不是這樣做 我們就打不定了 其實不是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風格 還有優勢要慢慢define 就是define到自己最好的狀態裡面 就是你去展現到那個風格出來 這個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個誤區就是關於光環 就是那些人就永遠看 他好像很成功啊 很厲害啊 賺很多錢啊 很多條腰帶啊 其實 尤其是距擊運動啊 你練習量其實很大 很大 我一個星期練習十八個小時 其實 即甚至有些傳媒啊 訪問啊 會問我啊 即訪問我啊 那些東西都是佔 那些東西不知道是否有千分之一 即我練了二十二年 但是你大部份你練習的時間 都一定要是很孤獨的 你自己丟臉自己 你沒有尾光燈底下 你自己丟臉怎樣去練習 我想人生中大部份的事都是有問題 你成功那些東西就很容易提 但是你看不到那些東西 你打算不做 基本上就不可能成功 這個就是大家對於拳擊 或者駁擊運動那種錯誤的觀念 就是很成功很多錢 很多女兒啊 很多丟帶啊 所以我這一場新聞團 那個poster我弄了一個 就是我打職業賽 我好過那些職業賽的時候 就是我站在中間 很多的Ring Girl圍著我 那些人就覺得很冷靜 我覺得很荒謬 即你打一場比賽 你加些Ring Girl下去 那些人就會覺得你會很威 我覺得很奇怪 但是你做 你本身是否就是勿忘初衷 你到底打拳擊是為了什麼 你是為了成為世界冠軍 很威威很多女兒啊 還是你真的喜歡這樣運動呢 如果你真的喜歡這樣運動 你去轉圓 你每天去轉圓 你都應該會得到一些新的得著 不會那麼悶 每次都有些新的東西 你慢慢累積 你就會客觀來說 你就會變強 就是這樣 所以最重要就是 你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不要為了另外一些所謂的夢想而去做 你知道自己喜歡做什麼去做 另外就是 齊上齊落 你很多人都 在香港 那個地方很小 很介意輸贏 那些不同的拳本 經常都計算數 我新人出 你都打了幾場 你看我四場那麼多 我打了三場 我不跟你打 有時候會這樣 你重多重 我們拳擊是計體重 你那個54kg這麼重 我那個52kg 你兩kg 我都不打了 這就是很差的 因為我們香港的資源其實很少 但是激民動的資源很少 所以你最重要就是 要聯繫一起 因為我們就是對打才會進步 玩一些風範 踩單車那些 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那些你自己收入去做到某個時間 你可以衝擊到世界的水準 但是拳擊就不是用 你就算一拳打穿牆也好 你對著對手 走來走去 他那個速度發覺你很多 你香港沒見過 你出去海外賽 那個人是快到拳頭 基本上我有時經常都是這樣 看不到 國家對那些 哇 海發到這樣 那你一定要 你的對練對手 都要有反應上 上下水準 你才會強 那我們的資源就是這樣 就是你身邊的人 有時候我 我都很不喜歡其他 有些管的風格的 就是 經常都做犯規 又或者很堅信那些肌肉 走到自己很大力 一直吐來吐去 沒有些很仔細的技術 我都覺得不喜歡 但是我知道 我們只有一齊 你才會進步 我們只有一齊去練習 才會進步 你如果經常都計較 李柔陽我輸 我不是打 那些事你就會搞死了自己 這些就是來鬥 就是來鬥來鬥去 就是鬥你自己 其實我們認識的目標 是應該鬥海外賽的人 這些就是 你怎樣理解世界 可能是打了二十幾年 才開始明白這件事 但是如果多些人不明白的話 我覺得我們的資源 是可以再豐富些 那講到最後一個 就是有些人經常都問我 你贏了那麼多場比賽 有什麼感想啊 或者你那場比賽怎樣怎樣 很厲害啊 我很少回答這些 贏了那些 我都不是給你看的 我其實就是專注 我輸了那些比賽 又或者是 我拿得超級辛苦的比賽 因為我相信 只有你最艱難的比賽 才是一個好的比賽 因為你在最艱難的時候 你拿出來的技術 和你拿出來的應對 你拿出來的心態 才是你真正的自己 有句說話 我覺得很重要 對我來說 唯有在最艱難的時刻 你才會開始知道 你是一個什麼人 即是你經常都說 我不放棄啊 我真的很喜歡這件事啊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地方啊 什麼… 你說而已 當你很難受 要承受了很多東西的時候 你都仍然在做著 你真的相信那件事 繼續去戰鬥下去 繼續堅持下去 你才是知道自己是一個什麼人 而你說你自己什麼人是廢話 你的行動是什麼才代表你什麼 是證明你一個你自己的人生 就是這樣 謝謝 一個非常有價值的分享 我一路聽的時候 一路一路跟我以往學過的一些運動科學的一些理論 一路哇 這二十幾年的經驗呢 非常之難得 其實我當中呢 我都聽到有很多 跟很多不同運動類型的一些發展 或者是訓練啊 都可以大家互相分享啊 應用啊 譬如好像你剛才提過的話 怎麼可以進步呢 原來你要不斷地修正 去證實驗證 然後再改進啊 這些都是有很多不同的運動呢 都一直在做著的 不過你可以自己體會到 就真的非常之難得 又或者你都剛才提到一個例子 非常之… 我相信大家坐在那裡的 都希望對自己的一些學習啊 或者自己的一些學習啊 或者自己的一些學習啊 都一定有一定的堅持啊 除了是練習啊 或者是一個理想啊 但是呢 你剛才提過呢 有很多就是說 進來學的一些學員啊 很多時候呢 一到進來呢 他就會說 我想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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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快走就是那些人啊 這樣 那我相信大家坐在那裡 都希望 對自己的一些學習啊 或者自己的一些經驗啊 都想一路分享啊 又或者是 原來這是好東西來的 我都希望可以一路流傳下去啊 推廣啊發展啊等等的 那遇到這些這樣的情況的時候呢 譬如 遇到很多年輕人來到 那一轉頭就走了 這樣 在你的經驗裡面呢 譬如 無論是你見到 又或者你自己 我相信有些時候你會見到 為什麼會放棄呢 又或者你自己會不會 在二十年裡面練習 有些真是很想放棄的一些時刻呢 又或者是怎樣去克服呢 你看到一些小朋友 真的去練習的時候去放棄了 那其實是什麼原因呢 那會不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對以後的推廣啊發展啊 就是大家一起進步這樣 我先放棄了 我第一次入港隊去打阿青杯 就是拿了銀牌 就是很控動 哇很厲害啊 很久沒有拿過國際獎牌 很厲害啊 因為吹得很厲害啊 我覺得很厲害啊 我那時候都OK啊 真的覺得 拿了牌而已 但是就已經有人跟我說 我等我轉全職運動員啊 什麼東西啊 你拿了牌值多少錢啊 有資助啊 可以申請分動 但是你越打到一場比賽 拿多個牌先 所以他們就選了亞洲錦標賽 所以亞錦標賽是神經病的 真的 有四個奧運選手 就是前冠軍在那裡 就是完全不同的程度 因為那時候我打阿青杯 那些人打了一百多二百場 我打了十多場而已 我硬地都拿了那個牌牌 但是我打到亞錦賽 那些人是打五百多場 就是有些奧運冠軍 就是那個實力和經驗差很遠 就是我打完那場 我第一彎就被人TKO了 就是沒有奮仗夠 但是那個 裁判覺得實力相差太遠 就頂回來了 就是我 我為了那個賽事 其實差不多全職訓練 我已經提到那時候是暑假 也不是暑假問題 我是原來的 就是AFL 就是獨立的時候要做 現在叫做DSE 沒有AFL已經不存在了 沒有AFL已經不存在了 公開的時候 我也沒有怎樣溫習了 我考了一個中英文 就算了 然後就認真地打了 然後就去全職這樣練習 但是就是這樣一個結果 就是我回來香港 我自己在那裡 計算數 我覺得我厲害沒有用的 真的沒有 那我就叫做放棄了 我沒有做選手 就是我就 但是我都很喜歡運動 我就做了 拼擊教練 我記得這個教練 我的學生 我們都是用競賽向 就是鼓勵那些人去比賽 做目標 就是我都出了很多選手 直到六年之前 我的學生經常都會說 教練你經常都說 什麼什麼 那些人那麼差 但是為什麼你不出去 就是我突然間覺得 我也是 就是我有個榜樣更好 因為那時候 香港的拼擊水平 我覺得差了一些 就是很自大一些 我不在那裡就差了一些 就是我 我就真的復出回 我都想見證一下 那邊我經常看別人 那些東西很慢 那些技術很粗糙 是不是真的呢 就是我就走出來打 然後我就 就是 這裏都連勝了 這麼多年 就是輸了去年那場 被人投場那場比賽 所以 我想 那個堅不堅持 或者放不放棄 其實真的不是你自己的心 去想到的 而是你想你自己 喜歡那樣東西有多少 而那樣東西不是那種 愛在那裡 緣 而是你不斷去發掘那樣東西 因為 有些人問我 其實一日 一個星期一年七日 拳擊是否低能 你不悶的嗎 我真是不悶的 真心 我不是 即是經常說 你很勤勵 其實對於說那個我不勤勵 其實 我是每一次練習 即使我教班 我都會覺得 原來好像這樣 我真有趣 原來這個 可以修改一點 我會送別的東西 其實每一次的練習 或者去教班 我都會發掘一些新的東西 如果整個人生就是得拳擊 你會失去人生其他很多 可能很重要的東西 我不是只有拳擊 我有其他事情做 很可憐 但是我 我又一樣 我不是全職運動員 我要回正職的 我做切計的 我都有其他喜歡的東西 但拳擊就很喜歡 我經常都會跟別人說 你知不知自己一樣 你真正喜歡的東西 不是你口說 而是你如果生活裡面 很硬分 很辛苦 甚至乎你病 不是太舒服 但你一做那件事 你還會很醒神 那件事通常都是你真的喜歡的東西 這是指導來的 拳擊就是我多辛苦 都會想對打 我覺得對人真的很好玩 所以你所謂愛一件事 不是口說或者是一個順眼 而是你不斷從事那件事 不斷發佈那件事的誓毀 我覺得就是真正的愛 而你真是愛一件事 我想就很難放棄 那怎樣可以令到現在的小朋友 或者是新來學習那些 能夠這麼愛的運動 我自己的層面就 我想這是很個人的 但是我的層面就是智性 就是我拳擊很多人 對於大家來說 很野蠻力 就是打到人 不要被人打到 但其實裡面有一萬個技術 有一萬個訓練的方法 有一萬個戰術 我就不斷去理解分析這些東西 然後就令到他… 我自己就這麼多年經驗 但是我的學生就不明白 我盡量將那些事淺白發 然後告訴他們 令到他們知道原來可以這樣 或者我的風格變了少許 就可以很不同 令到他們知道多些 所以我覺得可能會令到他們的愛會更多 你說在戰術那裡 剛才我聽你分享的時候 你說到頭脫那一段 真的很深刻 其實你是把你以往的打法 去逼自己去改變 因為你看到這樣之後 有一個經驗 拿到之後 你發現原來我真的 可能要改變一下 我以往的打法 我想法是這樣的 其實這個做法 在其他運動 或者其他科學 或者一些戰術分析 都會有用到的 但很想知道一件事 就是你怎樣可以 令到自己去接受 你要改變自己 因為你剛才都提過 每個人有自己不同的打法 每個人會建立自己的風格 但是你要去逼自己去改變 或者是怎樣說服自己去改變 這件事其實如果可以應用在 很多不同的拳手 或者一些很高水平的拳手 他已經有自己的打法 贏了很多場比賽 但是到了一個樽頸位的時候 怎樣再突破 都很需要這個元素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這件事 你怎樣可以令到 達到這個水平再突破 將頸位再上一個水平 講淺白的層面 就是沒有的 你一定要做 因為我不想被人砍爆我頭 就是你的世界變了 你以前那套制度 或者那個行事方法 你是必須要變的 本來大家都很和平 就是用拳頭打人 你不如那套犯規 他還會贏的 那你便開始想犯規的反制 你不是只想 我到頭是砍你的 不是這樣 是你自己要練習 連犯規都要練習 在我的世界裡 就是怎樣去犯規 犯得聰明些 有效些 少些你犯規裡邊都被人撞回 這些事就要想 我想都是很判斷的 關於生存 我經常都會把拳擊的比賽 關於生存的方法 不是想粉絲怎樣做些事 是那些事有沒有效 有效做 沒有效不做 怎樣令它更加有效 練習修正練習 練習完整 就是這樣 最後我問了一件事 我問得太多問題 不好意思 我留時間給大家問一下 剛才聽到你提過 你那個練法要有效 要生存到 怎樣去 剛才你也提過 有一萬種技巧 一萬種技術 在你這個經驗分享裡 你自己是怎樣去決定 在一萬種裡面 抽哪些出來練 怎樣練法 能夠令到有效 能夠令到 一個水平提升 引到比賽這樣 有沒有什麼秘訣 跟大家分享一下 都是一些邏輯 理性 你知道那些東西是這麼棒的 在同一套系統裡面 就會選那些 但你說 為何要選這個系統 都是對方私家的壓力給你 你才會選 但拳擊 剛才都說了很多次 拳擊的好處是 你不是為心的 你選了那個技術去練習 做不做得到 比賽是立即告訴你 即不用比賽 你對打練習 是立即知道 你做一些東西 fancy 好像很厲害 但原來是很難做不到 你的練習是立即會懲罰你 你立即就會動 立即你就會認 所以你那個時候 就是比較實在可以認證到自己 而我想現代生活裡面 就是經常很缺乏這些東西 經常都自己吹一些 理論出來 經常說一些 我有這樣的經驗 你有沒有 我這樣叫對 這樣叫錯 你那些是錯 但這些東西很難去驗證得到 但拳擊就不是 你說 你那個勾拳怎麼對 碰 你就告訴他 他也知道 他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 即都要通過無數次的實踐實驗 他再證明 驗證了 那就再修改 是的 沒錯 非常之有意思 這個 那麼 分享了那麼久 我看看在座 大家會不會有些什麼提問 網上觀眾有 或者有些想想 我們問網上觀眾有沒有問題 但觀眾沒有問題 分享的內容 看看大家有沒有 在座有沒有些什麼想分享 或者你舉一些例子 我在運動方面又遇到這樣的情況 這樣 如果在拳擊類似遇到這樣的情況 怎麼處理呢 這樣 這樣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如果沒有 我便會問 是的 我剛才 其實你剛才一一講到 就是要提到對手的反應 因為要對手告訴你 你的技巧可不可以 那這些是要通過 就是要去面對那個對手 但是很多時候 不同類型的對手 你要遇到的話 就是要講一個人生 你運氣遇不遇到的 有些對手你遇不到 又或者你剛才聽過的 有些對手 已經有五百場經驗了 那你有什麼方法 又或者怎樣去做 你譬如 我只有六十場 或者有一百場經驗 怎樣可以 在一些有效的方法 情況下 增加經驗呢 那怎樣去做呢 譬如 特別在香港有限之圓環的地下 那現在有些什麼方法 可以 即是 如果你 不幸 遇不完這些對手 很正常 但你不用遇過這些對手 你便不用面對 自己不用面了 但怎樣可以增加自己 你對到不同對手的風格 其實就很理解 即你在一個館裏面 你跟不同的人交流 我剛才說過 本地資源 你多些人打 不要怕輸 不要怕去重你那幾公斤 又說去多些經驗 你多些人吸收 你便會厲害些 這就是聖鬥士生死裏面的二次理論 就是 同一招對聖鬥士 是不會有兩次都有效 因為是真的 這些很喜歡的 但很威脆 是搞得出一個原理 所以你業接觸到不同的選手 他的打法 你便會容易些去適應 然後你下次再遇到 差不多的類型 你便會被嚇壞了 另外就是 你打了三八場 那怎麼辦呢 沒有 拳擊那段是很現實的 即是你看些電影 他是甚麼世界冠軍 打了四八場 我剛出道完 我跟他打 我吐了血 我睡在地上 然後想起我爸爸 我爸爸叫我努力 即是我合起來 然後打人 然後去癡媽甘 癡媽甘 癡媽甘的點在哪裏呢 就是四八場的人都有爸爸的 你明白嗎 即是我很討厭這些東西 真是瘋 即是如果那個東西 是可以憑意志 憑爸爸那些東西 就能贏 怎會練習 真慘 即是電影是這樣 所以真實就不是這樣 真實就是要透過你無限的練習 所以如果你對著那個四八場 怎麼辦呢 你盡量令自己不受傷 去發揮那些東西 但你的心態已經set了 我是會輸的 這個就是很多人 在這個現實裏面都做不到 經常都說 我一定贏的 我哪有事不做了 沒有用的 垃圾就是 大哥一下子就沒有用了 你試試練二百下 三百下 二千下 你慢慢都會强 所以驗證那件事就沒有用 驗證不是一下 驗證是不斷的 所以Bossing很有意外 你的左拳可以打很多次 三分鐘可以打很多次 得到還是不得到 你很快會知道 它是一個很濃縮的人生的體驗 就是你自己假設了些東西想做 然後你會去練習練習 然後就去對打那時認證 然後你就會發現 我知道這個有用 所以你對著那些很強的對手 你都set了自己 是不得贏的 但是你就要吸收那四百場對手的攻擊 然後你好像海綿那樣吸血 吸血 你吸完之後你贏不到 但是你落回人 你一定是被之前強一點 而且你這個心態 你是要感恩的 其實我拘捂自己打 你無管的 但是OK 是要感恩的 你應該要很珍惜 有一個這麼強的人 你可以面對得到 你在他身上應該學到東西 即使那個人 可能會給你很大的痛苦 我們很喜歡rebuild痛苦 即是 我又不想被他打逃走 他真的很壞 他犯規 即使我到現在 講那個頭槌那件事 我當然有憤怒 但是我都會覺得 他真的教育了很多東西 我頭這樣都撐起來 即是挺厲害的 我都會研究這些東西 我們的生命的過程就是 你永遠都覺得那個人是壞人 但他這幫人就是打頭槌 我以後都不去打 OK 但是問題就是 你去到國際賽事 你南北那個人又不撐你 我國際賽事都試過打的決賽不撐 如果那時我去香港人先撐我 可能那下午沒事呢 我會這樣想 即是 我經常都想一個練習的哲學 或者是生活的哲學 就是 你不要去拒絕 即是你自己站在這裏 你應該是去接受那件事 即是去嘗試去學習那些東西 去繼續行 你可以努力 可以練習的東西 對於我來說就是正正了 非常之有意的人生前來 你搞到我很期待下一次 這次純粹言語上的討論 搞到很期待下一次的 即是實戰的一個分享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你想跟他實戰 你想跟他實戰 很期待 我只是說好 不要緊 不要緊 我們剛才… 你很期待看 很期待看 尤其是 譬如你剛才提過的一些 不同的技術 又或者是怎樣去修正 我想那個方法等等 都會很有意思 因為你經過那個循環就會進步 是 那一樣東西 如果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即是有機會的話 我們都… 我相信會得益很多 是 是不是可以問小文 可以 可以 我有一個糾結的位置 就是你講 即是犯規去對抗犯規的位置 即是頭脊本身其實在拳擊裡面是犯規的 然後你就履比 就是生活 可能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 現實生活也不同 但如果當拳擊這樣 是一個健全的運動系統 或者是一個健全的運動系統 其實這件事情是否應該發生 那… 你會怎樣去… 去理解 即是現實生活當然就很好發握 但… 但如果拳擊的話 即是你熱愛的運動是容許這樣的情況出來 那… 今次頭脊 遲些可能就踢腳 然後就… 就會有很多… 很多… 不應該出現的東西出現在拳擊 是… 這個… 這個… 這個問題 如果入生活就很複雜 我真的有講 即是其實 有些東西我們是控制不到的 你去到一個比賽 原來那條 又說打拳 怎知道那些人拿了工具 你如果要回頭 你就沒有辦法 即是你運氣不好 你盡快逃走 但… 但… 我… 我… 都會分析一下究竟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即是… 譬如… 剛才你說了 打拳擊 其實supposed是用拳頭 不可以用頭 不可以踢人家 不可以反規 但這個就是我們要相信 那個組織 是做得公平公正 如果那個公… 即是業證的問題 那個組織它搞了很多比賽 都是公平公正 沒有人犯規的 少量的犯規 我都會把這件事 是一個公平公正的組織去打 但如果那個組織開始 有些很無聊的碰缺 容許那些人頭撞 古靈精怪 我就會自己的心態上調整 即是其實… 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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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都沒有什麼… 這個Live只有六個人可以說 有人要看 即是… 即是… 香港的拳擊比賽 我們常常都說有些叫有效拳 打到對方很厲害 叫做good quality 但是呢… 有一陣子可能是拳的 那些叫做… 叫做… 裁判 那些水準呢 就比較差一點 因為他們很新 可能學了幾堂就上去 但不知道為什麼太多人 都是那些那麼新的裁判 他們呢 就很喜歡那些人 死牛精地去前推 去推 基本上你拳要拿一個拳頭打 才叫有效 但那些裝下去呢 他們都覺得 嘩很厲害啊很大力啊 即是整天都判了那些人贏 那在我們的館裡面呢 就開始… 新人的輸入比率都很高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 re-adjust我們的打法 我們都要打 abesita 我們abesita 但不是向偶人 我們都是用回我們的拳頭去打 因為… 因為那個科學理性就是 用拳頭打是最型的 只要你打得夠好的話 就是最型的 那我們就會結合回一個 即是合乎的規則 但是用他們的機器去思考 那我們就去re-adjust 那… 剛才就是講的 你可不可以努力的哲學 在你的生活裡面 你其實我去一組那裡 我打一句話 我都不公平了 我又都不打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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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學生又不能出賽 那些學生又不能出賽 自己在館裡自己打來打去 覺得自己很厲害 但是你真正要出去 和外面的人打 你才知道自己厲害不厲害 所以… 那哲學就是 你不要去拒絕那些東西 令自己不走 即使你覺得他都已經不公平 但你在你可以接受的東西裡面 去繼續去進行突破 你… 你慢慢的觀眾 或者其他館 其他選手 都會見得到我們 這間館的人是OK的 即是打壓迫得來 又…每一拳都認的 即是不是狼八拳 那… 有些quality 他們都會慢慢的 會覺得 學一下這些短拳OK的 即是你… 我…我…我經常都相信 即是… 你的知識 是客觀地由於是 你去展露的人來看 那些人是有對於人 有追求 他都會appreciate 而不是… 那些人的情緒就是… 就是… 永遠都在公平… 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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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如果… 如果這樣理解 可不可以說 譬如說 你去… Event 即是用頭鎚去攻擊 頭鎚 是… 是叫做保護自己的身體 那… 但是… 另一樣 不知道你會不會去做 或者… 即是… 如果套養回生活的時候 其實是… 去Strike for一個更加公平的體制 會不會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在生活裡面去… 爭取一個更加公平的環境 很難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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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 還會不會去… 跟回那一套規則去生活呢 這個就是我想說的 嗯… 你都要有個彈性去… 這個世界是怎樣的 就是… 即是… 你去到現在這個時間 你經常都說 欸… 這是犯法的 不要做的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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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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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即… 是否… 即… 是否… 即… 即…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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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即… 即…. 你…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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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没什么暴力的世界 你是完全不知道暴力是什么 你就是暴力很差 我不想碰到它 但其实暴力就是有致命的 有不致命的 你面对暴力的方法不是恐惧 是要了解的 所以我常常都会说 你身体压力 是觉得很不开心 不如你上架拳 因为你那些很fuck up的东西 令你很困的东西 你当被人打的时候 你没有时间想 你没有时间想 你这个真实的恐惧不是我觉得恐惧 你真是很恐惧 偷偷偷偷打到面子 我学了一年 我就是要对那只手去挡了 我好些了 在一个好地狱的环境变成我好些 变成我可以避开 变成我可以打回人 这个progress是很重要的 这个progress才是要面对恐惧 面对恐惧不是意志力 又不是那些爸爸 爸爸叫我没有恐惧 就是没有意思的那些 那你那时正亲的眼 你怎么克服这个恐惧 你没有心 那个 補充一点点 刚才的分享 其实在运动心理学 和压力处理那里 已经有理论去验证了 不过阿Day今天就 自己的经验 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大家互相也有证实了 他那个理论是对的 就是说你体验过那个恐惧 或者你体验过那个情况的时候 你下次再遇到 你的恐惧就会减低 随着你遇到愈多 在你练习的情况 遇到愈多的话 你到比赛时再遇到的情况 你就可以处理到那个情况 平常心 非常之好 非常之好 多谢大家 好 感谢大家 好 感谢大家 谢谢 好 感谢大家 好 感谢大家 好 感谢大家